近期河北疫情严重 作为公众人物 孟廷伟也送去了温暖 他在社交平台录制视频为河北加油 可就在说话时 脸部肌肉看着略显僵硬 嘴巴还有点张不开 全程绷着 没有做大幅度的表情 这一行为纷纷引起网友讨论 孟廷伟也被质疑是否整容 月亮公主孟廷伟 凭借一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打开知名度 火遍大江南北 彼时香港的周慧敏 台湾的孟廷伟 内地的杨玉莹 都被称为玉女掌门人 多年来 风中游躲雨坐的云 谁的眼泪在飞 成为传唱度最高的歌曲 直到现在 孟廷伟依然是大多数人心中的女士 可这个称号也在近日被打翻 引起质疑 曾经一代女神 如今去整容来维持美貌 瞬间打破了大众心中的印象 还大呼失望 事情发酵后 对孟廷伟本人造成很大影响 随后 他在各大平台即发文又录制视频 来否认质疑声 孟廷伟声称 我的容貌来自亲爱的父母亲 这是今生他们赋予我最美好的DNA 生死不变 我很健康 没有面容僵硬 更没有做任何整容手术 一切如常优雅的自然老花 另外 她还晒出父母亲的结婚照 看着照片中的母亲 一袭婚纱 优雅大方 旁边的父亲英俊帅气 果然美貌是会遗传的 优雅也是默默传承 孟廷伟能够如此甜美自然 也是不无道理的 至于在视频中没有做大幅度的表情 许是孟廷伟面对镜头有些紧张 不太适应这样的形式 向往常对工作 直接露出职业校 但送温暖 自然是要流露感情 其实也侧面展现孟廷伟的真实不做作 此番回应中 孟廷伟还特意提到少爷 正是他的儿子张玉 最近正在准备期末考 希望大家不要再打电话了 我很忙 看得出孟廷伟对儿子很伤心 这么多年 一直在左右照顾 从前到现在 不管外界对孟廷伟有任何质疑声 只有张玉一人站在他身边 孟廷伟是个不善言辞的人 也不太懂行业内的规矩 有一次上节目 因为被要求半丑模仿自己喜欢的偶像潘月云 孟廷伟不仅拒绝了 还直接霸露回家去了 这让节目制作人非常生气 扬言要封杀孟廷伟 最后公司领着孟廷伟向他当面道歉 这才让制作人熄灭了怒火 因为这个小插曲 孟廷伟很少上节目 他只想在舞台上唱歌给大家听 不愿接受采访 不善言谈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主持人的提问 大多都跟音乐无关 而是关于自己的私事 大家也知道 台湾省的娱乐节目 主持人十分辛辣 问起问题毫不留情 孟廷伟显然招架不住 但又怕得罪人 每次支支吾吾的不知道说些啥 长久下去 对这个娱乐圈有了疏离感 孟廷伟三十一岁那年 他宣布要退出演艺圈 还差点入了佛教 四大皆空 在他萌生退圈的想法之前 孟廷伟的哥哥和朋友相继意外离世 让他搞不懂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 即便他已经不缺钱的情况下 依然没有休息的时间 去做一些喜欢的事情 所以 孟廷伟退圈了 他想去搞懂活在这个世界的真实意义 只不过 人活在这个世界 很难做到随心自由 一些风浪总是会无风自起 把人生的道路给无情吹偏了 孟廷伟退圈两年后 在朋友的宴会上 他遇到了高中同学张志鹏 两个聊得十分投机 身份地位在同学之情面前 没有一点隔阂 孟廷伟原先的社交圈子 一直都是娱乐圈的业界人士 很少有机会跟不是这行的人交流 再加上张志鹏又是老同学 孟廷伟并没有戒心 敞开了心扉 和张志鹏越聊越是亲近 越聊越是动心 后来居然聊出了感情 爱情之火熊熊燃烧 他们很快在一起了 在此之前 孟廷伟曾在节目里说 未来的老公一定要是瘦子 不能是商人 最好是孤儿 还喜欢吃素 结果呢 张志鹏一样美瞻 孟廷伟依然沦陷了 在遇到喜欢的人时 以前的条件 都是废纸一张 仅仅几个月后 孟廷伟就把自己嫁了出去 在曾经上学的那个高中学校 举行了不算隆重的婚礼 仅仅邀请了双方家人 还有曾经的老师同学 一起见证他们的爱情 第二年 孟廷伟生了个儿子 取名张玉 名字里饱含着父母对儿子的阴阴期望 任何一段婚姻 都是有甜蜜的开始 至于后来会经历什么 谁也不知道 有些人运气很好 可以一直甜下去 有些人就比较倒霉 吃的是过七堂 很快就反胃了 很不幸 孟廷伟的婚姻是属于苦瓜加心糖 起初很甜 后来很苦 还为了名誉差点打起了官司 都逼得孟廷伟这样温柔的女人如此生气了 可见事态有多严重 自从嫁给张志鹏之后 孟廷伟挨不住他的劝说 还是食言而肥 官宣复出了 当时的孟廷伟已经退出歌坛好几年 期间也只是出了几首 比如《心经》这样的佛教歌曲 不是为了钱唱歌 可是 在张志鹏的要求下 孟廷伟开始为钱唱歌了 从2005年到2012年 一共出了红花 幸福感 孟廷伟的言下《太阳出来了》等专辑 虽然说属于他的时代早已经过去 但依靠着观众的情怀 孟廷伟依然赚了不少钱 2014年 孟廷伟突然宣布 和张志鹏已于2013年结束婚姻关系 这个声明像是一颗重磅炸弹 很快就引起了大规模的热议 直到2018年 一个爆炸性新闻将孟廷伟送到风口浪尖 孟廷伟婚内出轨同性 这位同性还是他的女助理 但没想到的是 爆料者是同公司的女艺人张暖雅 张暖雅曾出演过多部大尺度电影 还曾与张志鹏传出绯闻 此番爆料不难怀疑他是否是在针对孟廷伟 随后张暖雅继续爆料 一条比一条劲爆 孟廷伟还没处理完这波烂摊子 前夫张志鹏却跳出来 先是肯定张暖雅 后是补充其出轨的相关细节 他说到早在2012年底 孟廷伟与刘颖杰在酒店约会 还曾逼自己出去住 你们这些粉丝如果爱孟廷伟就该人肉刘颖杰 使他坏了你们偶像的清白 一轮又一轮的轰炸 孟廷伟被逼到墙角 不敢发声 此时似乎所有的人都想要把孟廷伟从高处拉下 曾经最爱的人 同公司的好友 表面上一副善意的嘴脸 可四下招招致命 既然这样 他也没必要再顾及情面 孟廷伟公布了张志鹏家报的聊天记录 以及保证不再施报的切结书 原来 曾经张志鹏鼓励他付出 只不过是把他当作赚钱的工具 即便怀孕了也不放过 逼着他各地飞来飞去 甚至孕后对儿子大打出手 即便是离婚后 孟廷伟也经常受到张志鹏的恐吓 威胁 哀求和讨好 无非是寻求复婚或者是借钱 但孟廷伟的不同意换来的是 张志鹏到处泼脏水 毁坏他的名声 此时12岁的张玉看着妈妈身陷沼泽 发长文痛斥张暖牙 直接否认母亲的性取向 还喊话张暖牙 你发文说回老家 我却在阳台上张志鹏家中看见你 另外 张玉对张志鹏说 我早熟也是被你逼的 你在家打人骂人 还摔东西的时候我就长大了 张玉的话起到决定性作用 为母亲孟廷伟扭转乾坤 将张志鹏与张暖牙的伎俩扼杀在摇篮里 之后 孟廷伟未再婚 陪儿子过着安稳的生活 当年的饼干女孩 如今早已为人母 孟廷伟的前半生 爱恨皆不容易 如今终于消停下来演出 却又遭到网友的质疑 其实在儿子心里 妈妈才是那个孩子 未来的日子里需要自己去照顾 去抚慰 自己早已是一个小小男子汉 可以为妈妈遮风挡雨 与他共同走过余生 请不吝点赞